为了推广低碳旅游也培养小朋友正确的环保概念 由朝日温泉与绿岛低碳旅游协会办理的植树活动 特别招待家福中心的18位小朋友 一起到绿岛参加两天一夜的行程 重头戏就是植树活动 由朝日温泉董事长张明毅 台东县议会议员谢贤玉 绿岛低碳旅游协会陈理事长 东莞处绿岛站主任李之花等人 一起来揭开序幕 我们是一家们 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在现在地球软化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不要看我们这样几百个树的植树 如果说我们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大家都在植树的话 那我想这个我们地球的背 就是我们这个森林一起来的话 那我们的地球就可以永续 所以也很感谢家福中心 还有我们毕岛两所国小的小朋友 我希望你们能够对这样子的一个 有意义的活动能够持续下去 今天非常开心看到大家齐聚这个活动 因为这个活动要办成功 非常的辛苦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时间很短 然后需要很多大会 刚才议员讲 很多单位的鼎力相助 首先我要感谢的是 我们这次的承办单位 就是我们的绿岛低碳旅游协会 他们的成立时间非常的短 但是效率非常的好 所以才让我们今天这个活动 能顺利的举行 那第二个要感谢我们的台东领馆处 他将两百克的数秒 免费的运送到我们绿岛 还安排了两位解说人员 等一下要去爬阿梅山 还放了一些小礼物 小朋友们等一下一定要去 为了绿岛这块美好的土地 我们这个协会 还有我们张董 都非常支持 因为要响应环保 确保空气的品质跟水的品质 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才来举办这个植树 照领爱立岛这个活动 希望能从立岛这块土地 踏出第一步 领馆处装客长也教导大家 如何正确的种植树苗 这次我们会做一个立岛的低碳汁 这个植树的活动 最主要就是当时我来接触立岛的时候 所看到的它的这个 本来立岛生的重点 生态是立岛之母 如果立岛市区的生态 那我想立岛它就没有观光客 沿上海这边游玩 那会影响到我们立岛上的一个 生计的发展 所以我当时在做观光局的顾问的时候 看到了朝日温前 我觉得这个宝地 应该是要好好的把它经营 不只要享受到水质 也要注意到安全 所以我第一次来 我们就把它整个磁砖 有一些很重要的细子地方把它改变 让它确保游客在泡汤的安全 那我们东方之前呢 未来这个投资立岛呢 最主要还要看它生态之美 所以因此我们有一个使命感 希望在我们在立岛这事情的里面 我们的目标希望能从 将军业和带白沙之间的海域 它可以用脚下去 由各种遗种来帮我们按摩 那就像我们那个美丽湾旁边的 那一块那个野生頤的一个养生地一样 那在这里呢 我也希望来绿岛的人 也要爱惜这块地 不要破坏它 要保护它 透过种树的活动 可以让小朋友亲近土地 了解种树的过程 亲手将小小树苗种下 也可以成为最好的环境保护课程体验 朝日温泉董事长也希望 借由低碳旅游 让更多朋友真正了解绿岛 也希望借此 让绿岛的旅游与生态化为等号 大家共同来守护 绿岛有很多户外休闲活动可以体验 像是浮潜 是许多人到绿岛最喜欢的活动之一 日前由朝日温泉董事长张明毅 与绿岛低碳旅游协会 招待18位家福中心的孩子 来参与两天一夜的行程 对于没有到过绿岛的孩子来说 真的很好玩 那我们这次受到的东方知识 那我们这次受到的东方知识 就是跟低碳族协会的邀请 就是带我们家福中心 18个的孩子来到绿岛这边 然后参与他们的活动 那其实我们这些孩子呢 平常很少有的娱乐活动 更不要说是来到绿岛 里面部分的孩子 其实是根本没有到过绿岛的 然后也没有体验过浮潜的活动这样子 那还蛮感谢就是就是办理单位 跟占助单位能够占助孩子进来 然后除了能够让他们玩以外呢 也可以让他们体验一下 离开自己原本的生活去 然后到外面去做一个低碳旅游 是一个很舒适的活动这样子 那其实这次能够带他们来 我们自己也很开心的是 平常因为我们的兴奋很有限 所以如果说能够得到 占助单位的占助的话 其实我们更有可能可以带 孩子能够到跟女的地方去玩 去玩耍去旅游 小朋友穿上了浮潜的设备 开心的体验 还体验了种树的活动 以及环岛步道 希望透过清净大自然的实际教育 更能够增加环境保护的重要观念 从我们的下一代开始做起 地球环境议题也能够真正被注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